兵变失败后的瓦格纳佣兵在白俄罗斯现身 原来部分瓦格纳士兵跑到白俄当教官 但莫斯科却不想让发动兵变的普利格金继续当总指挥 普京清点的特罗社夫由阿富汗叙利亚作战经验 还拿过俄军最高荣誉 但根据普京说法 他提议换人时普利格金当着他的面果断拒绝 只是这件事情至今也没下文 普京承认俄罗斯法律管不到佣兵集团 因为瓦格纳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 但外界看到的其实是一向威权独裁的父亲 对瓦格纳和普利格金的命运似乎没有 百分之百的决定权 TVBS新闻众号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